大家好,我是安宁 我们通过八节课的学习 掌握了日语的发音和假名 知道了日语的单词 有从汉语来的音读 还有日本自造的训读的单词 训读的造词根基是从声音、形状 包括嘴形和字形 还有汉语引出了单词的意思 今天是我们 借力拼音、记忆单词有绝技 这个单元的最后一节课 学习通过字形加汉语 也就是汉字引出的日语训读的单词 我们先看一下汉字上的写法 下面一横代表根基 上面的一束和小横 代表物体在根基的上面 日语叫做无语 语是起源汉字宇宙的语 语是挨着 挨着宇宙 就是上 除了宇宙的乌 表示上面的假名 还有阿 有和在 日语叫做ある 我们在第八节课学到了 八个日语动词的结尾 ル表示常 ある 叫做一直在上面 意思是有和在 ある ある 持有 拥有 叫做持有的词 も 是物 汉字写物 意思是东西 て 是手 つ和て在同一行里 所以也有手的意思 在这里表示持的提手旁 持的汉字的解释是 把东西放在手上 日语的もつ 也是 也是 东西放在手上 它的意思是持 带 拿 拥有 持有 も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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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汉字 抓 是提手旁 加上了手爪子的爪 日语叫做 つ ね る つねる 用手拧 就是掐和拧 つ 是手 ね 是粘 拧 牛 る 表示常 つね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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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て 也就是手 在同一行里的 と 也有手的意思 手长 叫做 とる とる 汉字写 取的时候 是取 取出 写踩的时候 意思是采用和采纳 汉字写 摄的时候 是摄影和摄像 汉字写 补的时候 意思是捕桌 汉字写 最后一个 这个摄的时候 意思是 摄取养分 と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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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手旁 加上速摄的摄 是舍去的舍 的繁体字 叫做 す て る すてる す 对应的是 摄 て 对应提手旁 加上动词的后织 る 构成了动词 意思是 扔 抛 扔掉 舍去 すて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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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上 不能随便丢弃烟头 或是垃圾 乱扔 叫做 ぽいすて ぽい 是你声词 形容扔出去的声音 我们在汉语里面 扔出去的声音是 そう そう的一声 日语呢 叫做 ぽい ぽいす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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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来在公司里面 有一次把 废纸扔到 飞植楼 觉得站起来 去扔有点麻烦 而且 飞植楼离的也不太远 就坐着扔了 结果日本人 说我这样 很不雅观 我当时想也是啊 日语里面 有很多的名词 前面要接表示文雅的 宫内御医的 这个御 所以 饭 叫做 こほん 茶 叫做 お茶 御有两个发音 是お 和ご すてる 叫做 扔 と 叫做 很长的 给 なげる な的发音是 な 意思是 长 げ 就是给 加上动词的后绝る 变成了动词 意思是 と 扔 抛 なげ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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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的 给 なげる 下面的 下的汉字 和上正好相反 表示一个根基的下方 日语叫做 下躺 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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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调是零和二 因为した的讲明是两个 单独念的时候 没有区别 した 但是后面 加上了注词以后 就不一样了 零 零 表示加上注词后 没有低的声音 注词还是要高的 但是二的意思呢 就是后面加上注词以后 在した的 在した的 也就是第二个假名 他到后面就要降下来 比方说 加上表示把的注词 我 在下面的状态叫做 汉字是仰慕、爱慕的慕 在下面也就是仰视 引申为仰慕 骂人的骂 日语是 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 の跟那一样表示长 记住の在单字的造词法里 只有一个意思就是长 の的评价名呢 长得跟汉字马 上面的这个口是一样的 非常相近 两个口叫做 のの し是下 骑在下面的就是马 加上动词的后绝る ののしる ののしる 第二种解释呢 就是日语的骂 这个汉字是马上面 是一个子 这个子呢形容的是网 用网捕捉发疯的马 也就是骂人的这个样子 好像是一个发疯的马 好像是一个发疯的马一样 ののし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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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下 小 小 在日语里面叫做 七一 撒一 七塞 七塞 七是起球的起 表示小 一是一个 表示少 撒行表示轻快 在这里面撒 就是轻 最后的一 是形容词的标志 翻译成的 七塞 小的 七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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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的叫做 近的 七是小 卡是添加的加 一是形容词 近的叫做近的 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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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近 近 假名当中 从字形上表示小的 还有 ko ko的起源汉字 是自己的己 所以ko 表示小 和这 大米的米 日语叫做 kome kome ko是小 me 就是米 k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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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常用文雅的说法叫做 k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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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大米因为气候和水头的原因 色泽晶莹剔透 口感有韧劲 尤其是凉了以后非常美味 特别特别适合做寿 特别适合做寿司 而且日本的便当通常都是凉着吃 所以对米饭口感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kome kome 和大小的小 和大小的小 发音相近的 还有消除的 小 日语的小 叫做 kieru kieru ki 和ko 在同一行里 也表示小 e 是挨着 加上动词 ru 构成了动词 挨着 小 就是消失 消灭 熄灭 ki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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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动词是三个 和三个以上的假名的时候 动词的原形 按照两边低中间高的原则念 就可以 下节课以后我们开始学习语法 在那个时候会学到动词的变形 变形以后 动词和形容词变形以后 就要按照标注的声调来念 ki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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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什么消掉 使什么消灭 把电源 灯 煤气 等等关上 也是汉字消 读作 ki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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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记住 ko 是小 ke 是下 ki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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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下 su 是做 做一个是变小的动作 就是消去 ki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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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消的汉字 相近的是削减的削 叫做 kizuru 意思是削 削减 k是下 kisu 是一直的直 kisu 是动词的后缀 一直向下 就是削 kiz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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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大陆气候 我们的高汤 一般指的都是 鸡汤或者骨头汤 日本是海洋性气候 四周领海 所以日本的高汤 是用牧鱼和昆布做的 牧鱼 日语叫做 kizuru 就是 煎鱼 也就是鱼 加上坚强的煎 因为晒干以后特别硬 吃的时候只能是用抱字抱 这个时候叫做 kizuru kizuru 爆出来的叫做 牧鱼节 它是撒在米饭上 或是拌凉菜的时候撒上 还有就是煮汤用 牧鱼叫做 katsuo katsuo 昆布叫做 kom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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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身体的下半身 就是腿和脚 用腿和脚的动作之一 就是踢 日语叫做 k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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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写作 蹙 keru keru 下面大 上面小的字 是肩 上面小就是表示上面很突出 日语叫做 togaru to 是突出的突 记住ga 在单词的造词法里表示状态 ru 是动词的后缀 突出的状态 就是肩 tog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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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的省略的省的上面 是少 少的汉字里面也有小 省 省略 节省 日语叫做放开不要 habuku habuku has放 不是不要 苦是方向 habuku habuku 现在世界能源非常紧张 提倡节能 节能 日语叫做 shou ene shou ene shou ene的shou是上的 印度 ene是英语的energy 能源能量的意思 shou ene shou ene shou ene 上 下 小 大 大的发音引出的是单词出 出的汉字是两座大山落在一起 日语叫做 das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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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is做 dassu的意思是把什么拿出把什么取出 dassu dassu 还有一个是自己出 出来 外出 出发 出现 突出 出席 出面 支出 等等 日语叫做 d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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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的东西出来 日语叫做 mederu 意思是欣赏 me 是美好的美 deru 是出来 mederu的汉字是爱 med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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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上的 sakura mederu 意思是欣赏樱花 wo 是柱词 接在名字的后面 附着于那个名词是宾语的功能 翻译成把 柱词是接在名字的后面 帮助名词赋予其功能的词 所以柱词要和前面的名词一起来念 名字的声调是零的时候 说明柱词的声调也要高 sakura wo sakura wo med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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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优秀的秀 写作和 加上奶 和的意思是倒碎 奶的形状就是弓形 形容长出来之后 长长长高 日语叫做 hi 出る hi 是 ho 就是和 i 是一根 一根合 就是一根倒碎 出る 是出 出来一根合 就是出来一根倒碎 hi 出る 意思是秀 优秀 hi 出る hi 出る hi 出る 但是相对于 更加简单的这种说法 日语的优秀 用音读 叫做優秀 是个长音 優 秀 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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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一个偏旁步手 足字旁 足叫做 as 饿 像 饿的 不好的 脏的 因为日本古代赤脚的情况很多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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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叫做 tokoro tokoro 足 加上地方 构成汉语足迹的记 日语写作足字旁 加上 i i 在此 就是地方 足迹 是走过之后留下来的 所以 前后的后 和足迹的记 发音是一样的 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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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牛肉的肉 是铜字矿 里面加上了两个人 人的音读是 ning ning 铜字矿 代表周围的矿 好像一个仓库 日语叫做ku 所以肉 肉 叫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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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酷 肉 肉 平时要常用 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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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 说到了动画片 一修里面的歌曲 s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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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 叫做suki 汉字写喜好的号 汉字的号 是指一个女人 抱着一个孩子 suki 是动词suku 变来的 它是动词suku 的连用型 我们在今后的语法的部分 再具体学习 s 是so 表示其他的其 就是他 ku 表示方向 汉字是 女人抱着孩子 日语的发音 是他的方向 就是抱着他 日语的喜欢 动词的形式用的非常少 常用的就是suki suki suki 寻号时间长了 就变成了嗜号 日语叫做tashinamu tashinamu 汉字写作嗜号的嗜 他是多 西是嗜号的嗜 那是长 在嗜号的嗜的汉字里面 对应的是老 老吃什么 老干什么 mu是闷 表示关闭 就是只做这个 不做其他的意思 tashin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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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美的单词 叫做仪表 做派 也就是服装 言谈举止 态度 姿态 为什么美呢 是因为要文雅 优雅 时刻要做于自己的仪表作派 时刻要提醒自己 要文雅 要优雅 这个词里面叫做身体的嗜号 汉字是身世 mi dashi na mi mi dashi na mi mi dashi na mi 在这个单词里面的ta 浓化成了da mi dashi na mi mi dashi na mi mi是mu的连用形 连用形表示动词和名词 mi dashi na mi mi dashi na mi 刚才我们学习了近 近的叫做近i 近i 这张图上还有一个形容词 表示面积小的 狭窄的 狭矮的 汉字写作狭 读作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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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 se mai se ma 就是塞满 se man 空间里 se man的东西 就是狭小的 se mai se mai 这张图上的这句话里 带汉字的单词 我们都学过了 第一个单词是车站 汉字写作马尺 e ki e ki 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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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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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但是 单词只是各个点 把点 连接在一起的就是助词 就成了一条线 也就是句子 e ki 后面的住词是 看来 意思是从 接在车站的后面 帮助车站 意思是从车站 记住日语在此和汉语的位置是相反的 汉语是从车站 日语是车站从 因为这词是帮助名词的 所以要在名词的后面坐后盾 单独念 中间有一个起伏 而注词接在名词的后面的时候 要随着名词的声调发音 连在一起就成了 後面的近いけど 注词けど的意思是虽然但是 注词分成两类 一类叫做隔注词 一类叫做接续注词 隔注词是帮助主隔 也就是名词 接续注词是帮助谓语 也就是动词和形容词 所以 隔注词是隔注词 因为它接在了名词的后面 近いけど的けど 是接续注词 接在了形容词的后面 隔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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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从车站走很近 セマイ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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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个很大的起伏 所以把它连成一起 有两个一 但是是一个很小的房子 从车站走很近 但是是一个很小的房子 下一个单词叫做塞满 它是一个动词 就是逼迫迫使 我们看这张图里面的台方六号 后面有一个助词 嘎是接在名词的后面 不是我们造词法里面的嘎 是一个语法里面的嘎 嘎接在名词的后面 负责于那个名词是主语的功能 也就是说 嘎的功效是主语 那这个句子就看明白了 台风六号逼近 风雨 也就是含有风和语 下一个单词是塞满 派生出来的动词叫做 セメ セメル セメル 汉字写作责的时候 是责备责怪 汉字写作功的时候 是攻击攻打 セメ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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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攻城的时候 对方也要有防守 所以古代修建了城墙和护城河 来作为阻挡的屏障 阻汉字在古语里边的左边 它不是一个耳刀旁 是辅 叫做双耳旁 右边的并且的且 代表高的强 作为阻挡 日语的阻叫做哈巴姆 哈巴姆 哈是放 巴是把 哈巴是把什么放开 相当于阻的右边的且 穆 是闷 相当于双耳旁的腐 哈巴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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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的防 叫做 不 防 不防 不防 意思是防守防止 不 是双耳旁的腐的发音 せ 是塞住的塞的发音 く 是防止的防里边的方向 拙音 是托尼带水表示有关 不 加上方 是防的繁体字 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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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图的句子是 季節の病気を上手に防 季節的音读是季節 季節 脑是德 季節の 季節の 病気的意思是病 生病 病気 病気 季節の病気 季節の病気 後面的 意思是做得好 后面的 是副词的标志 ジョウズ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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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很好的 副词ジョウズニ 修饰动词 防ぐ 季節の病気を 把季節的病 ジョウズニ フセグ ジョウズニ フセグ 很好的 防治 季節の病気を ジョウズニ フセグ 很好的 防治 季節病 防治的 防里面 有方向的 方 那 防治的 防里面 也有 方向的 方 防 叫做 つむぐ つむぐ 意思是 仿制 编织梦想 つ 是 刺刺的刺 む是 闷 表示 关闭 仿制的时候 需要让 线紧紧的 结合在一起 く 是 方向的 方 卓音 表示 有关 也就是 结合 つむ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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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织梦想 还有一个 动词 汉字 写作 坠 意思是 用线 编坠 装音 拼写 つつ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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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つ 是 刺刺 相当于 坠的 汉字里面的 四个用 卓音 表示 有关 鲁 表示 长 长时间的 刺刺 有关 就是 坠 比方说 汉语拼音里边的 拼 英语的 拼写的 拼 都用 つつ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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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里的 映像で つつる 意思是 用印象 编织 で的意思是 用 映像 映像 映像で 映像で つつる 下面的单词 是 つつ 叫做 つつ门 就是包裹 包裹 包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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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写作包 但是是 这种 卷进去的包 叫做 くるむ くるむ くる 是 骨露 表示 卷 吃烤肉的时候 是把 烤好的肉 卷在 青菜里边 包起来 就要用 くるむ くるむ 继续 持续 持续 就是 次次有关的 方向 つつ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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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的 汉字就是 汉字 继续的 旭 把什么 继续下去 让什么 继续下去 日语叫做 つつけ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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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つつ小心 就是 谨慎 日语的 谨慎和 肾都叫做 つつし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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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 是心 就是心 相当于 谨慎的 肾的 竖心 旁 む 是闷 表示 关闭 就是小 汉字写 慎的时候 意思是 谨慎 小心 慎重 汉字写 谨慎的时候 是 谨 谨慎 つつし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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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 要小心 起居饮食 不良的 生活习惯 会损害健康 损害 叫做 そこなう そこなう そ 就是损 こ 是小 那 是那个 污食状态 让那个变小 损失 そこな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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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上的 不平等 健康 そこなう 意思是 不平等 损害健康 が表示主意 我 是把 不平等 把健康 损害的意思 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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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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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单词是刮胡子的刮 汉字写作剃须刀的剃 ソル ソル ソ是其 导是其次 在此是次于哥哥 也就是弟弟 是汉字T 左边的D 意思是慢慢的 而ル是长 表示刀片一直在 在此呢 表示的是利刀棚 ソ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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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T了以后 右边是T之前 T了以后叫做 ソッ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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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ソッタアト ソッタアト 他的意思是ル 表示过去和完了 T之前是 ソ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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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放在名字的前面 直接修饰了名字 ソッタアト ソッタアト ソ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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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ソル 汉字写作正反的反 ソ 表示的是其 也就是另一边 ル是长 也就是反成了 弧度 弯曲 身体后弯 ソ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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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形桥叫做 ソリバ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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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叫做 哈西 哈西 还写汉字极端的端 哈是放 西是细 细长 长 哈西 就是放长 桥要从此岸到彼岸 架在海上或湖上 就要放长 哈西 哈西 这张图是日本三大名桥之一 井戴桥 均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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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的山口县 延国市 因为它坐落在井川上 一共有四个桥台和五个拱桥 因此起名为 井戴桥 最初架桥是在 1673年 全长 193米 桥 叫做 哈西 筷子叫做 哈西 哈西 汉字是竹字头 下面一个学者的者 哈西 哈西 平时用文雅的说法 哦哈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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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西 就是放细 表示细长 日本的筷子 是细长的 端部是非常尖的 因为日本人吃鱼朵 尖的头容易挑出鱼刺 但是在一千多年的武士时代里 把筷子的尖头直接指向对方 有一种挑衅的意思 因为筷子的尖头好像利器一样 所以日本摆放筷子的时候 是横向放置的 哦哈西 哦哈西 日本喝汤 或是喝酱汤 米苏西 的时候 不用勺子 要用筷子 哦哈西 喝粥的时候 用勺子 汉字粥 里面有两个弓 形容上升的热气 对应的是日语的汤 就是热水的鱼 煮粥的时候 开着盖子 出来很多的热气 就是添加的家 所以添加热气 日语的粥叫做 か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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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文雅的 おか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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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米饭 ご飯 煮粥 おかゆ 之前都要淘米 桃米的桃叫做 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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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就是桃 空是方向 着音的两个点表示水 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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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写汉字 研磨的盐 意思是磨刀 磨刀的时候 是要沾着水 方向 让刀突出 桃具 桃具 我们通过九节课 学完了我们这七课程的第一个部分 借力拼音 记忆单词有绝技 完 结束 叫做 哦 完了 終わ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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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利用了右脑的借助想象 而利用左脑的逻辑思维的记忆方法是 哦 是欲 表示文雅 哇 是完结的完 る 是动词的后缀 終わ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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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上的 冬が終わる頃 冬が終わる頃 意思是冬天结束的时候 が 表示主语 頃的意思是 时候 冬が 終わる頃 冬が終わる頃 学习单词记忆法 为的是把知识储存到大脑的长期记忆库里 为了不忘记 我们平时要做到单诚性的反复 就是多念 多听 多练 还要运用精致型的反复 就是单词记忆法 做到不忘 忘 日语叫做忘れる 忘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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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是忘 思是思 表示清 雷是来 如是动词的后阵 忘れる 从假名上的解释就是 但忘 忘思来了 忘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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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期单词板块结束之际 如果大家还想多备单词 可以参照我的两本单词书 日语词汇新思维 日语能力考试一万词高效速记 我们下次学的板块 是巧诱汉语 搞定语法很轻松 祝大家学习愉快 下次再见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さようなら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